全油管最快新闻,北京时间10月3日,杭州亚运会跳水女子十米台预赛进行,中国选手全红禅和陈玉希表现出色,双双晋级决赛。 全红禅以418.15分的成绩投名晋级,陈玉希406.45分,排名第二位晋级。 回顾比赛,全红禅和陈玉希在各项动作中展现出高难度和精湛技巧,全红禅的水花消失数令人叹为观止。 决赛将于10月3日17.30分举行,期待两位选手再次发挥出色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